时间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谈谈微信 我是爱旅游的小微 今天就带大家了解美国到底发达到了什么程度 很多人聊到想去美国留学的原因时呢 都会说一句因为美国比较发达 但是除了物质方面比较富裕生活水平外 美国到底发达到了什么程度呢 差距到底有多大呢 今天啊长见识了一起来看看吧 由于没有对发达这个概念做出第一 在这里又把发达定义成比其他参照国家先进 而并不是仅仅经济上或者物质上的发达 你说起美国 大家的自然反应都是遍布高楼大厦 各种高大厦的基础设施 什么帝国大厦双资塔 反正往高端先进的方向靠准没错 美国是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的代表高度发达的国家之一 而在小时候的印象里 发达就意味着高楼大厦临次结婢 汽车地铁穿梭来往 到了夜晚橱窗雪亮 霓虹灯闪烁 人流穿梭不息 一切都充满圣经和活力 但如果只看到这几面的话 那针对美国的发达有所误解了 这些年来 美国的朋友越来越多 尤其是来自国内的一些二线城市的朋友 往往在走出机场 前往住所的路上充满失望的叹息说 这就是美国 还不如我们那里发达呢 经过这些年的快速发展 中国在很多地方上 已经看起来绝不亚于美国 尤其是高铁火车等基础设施上 不仅仅是秒杀美国 更是秒杀全球 曾经的高楼大厦 而入境最多在打车的时候 当做地标随口停下而已 相比之下 美国不仅没有高铁 连地铁也是几十上百年的破烂货 到了夜晚 美国市中心反而登记人去 一片寂寥 但美国发达在哪呢 发达在经济 美国是世界第一打经济体 有着华尔街这样汇集全球金融信息的金融街 每天的交易额都是数以亿计 更有许多如苹果 谷歌等超级科技公司 不仅带动着美国的发展 因为美国吸引着无数稀有科技人才 美国还有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优秀名校 小伙伴们 你们对此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吗 好了 本期的探秘微信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击关注 分享转发哦